好 繼續來看交通部長林家梁和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高河南下割查我們中央的交通建設 一天下來 八中央 怕頭頭 在館長王幾米 立委丹守部和丹守閥上人的部位同志 特別曾 王朝合米大郊的議長地 聽出合米大郊美港共路各界法庭建設的幹部 說也來答應 說這個交通部的專利支持這些建設計劃 交通部長林家梁和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南下割查電影建設 在館長王幾米 立委丹守部 丹守閥上人的部位同志 特別來到合米大郊一定地 聽出合米大郊美港共路各界法庭交通建設幹部 那我們採用玉立鄉行兩人的宣秘工法來施工 那我們整個橋樑的造型 特別是我們這個橋跟台中的這個橋 在去年八月份就給了我們一個這個規劃費用 那我們也送上去這個總經費要26萬左右 那我們希望說在彰化線這個部分 希望我們公路總局這邊盡速的能夠來核准 讓這個橋能夠盡速的來做發包工程 那另外的話在工業區的這個區塊也是我在當立委 也是好幾個委員包括柯陳房委員包括陳秀高委員 終於我們底定了 那也要謝謝我們交通部在上個月11月30號核准給我們8800萬 彰化線政府會用最快的速度來進行我們的整個工程發包以及這個施工 是美港公路的高家化 那其實這一段以前在陳秀町委員他爭取美港公路的時候 就已經預留了中間橋墩的位置 所以未來沒有徵收土地的問題 只要說可行性研究我們的期末報告出來 確定說這是可以核定的 那經費下來之後其實很快就可以動工 那也希望說交通部這邊可以儘快把整個可行性研究的期程 可以盡量的落實縮短不要讓民眾再期待太久 郭通報在上個月正式設定補助中兵 加水兵快速公路叫下道路工程8800萬 關乎也要將以最快的速度進行工程發包和時間 我們會看台東市和中華館的合璧大橋有新的正點 第一點當然就是我們的和美大橋 那我們交通部也全力支持 因為它橫跨台中跟彰化 那在彰化這部分是由我們公路總局來協助 所以我們去年也補助了3750萬元 那未來呢這個部分我們會納入我們公路總局的計畫來推動 在彰化在彰聘工業區 包括未來的和美大橋通車 以及我們整個台61線國道3號 這邊的未來可以說是交通非常車潮多的地方 也要超前來部署 所以這一條在我們陳舅保委員 特別也在總質詢的時候 那蘇院長也有表示我們全力來支持推動 因為彰化這次 還有3號下來的美港公路 是通往全現鎮壓庫的重要的路 經常看到大腳車跟民眾的車輪真的非常危險 希望交通部可以加速美港公路的計畫更新 那中華新聞以後有何必彩虹報道